專家及媒體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歷臨後美麗島時代與人權發展記者會即座談會 今天的論壇是由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主辦 協辦單位是立法委員邱賢志委員辦公室 首先我們邀請台灣財經法研究學會理事長 也是前台大教授、法律教授陳志龍陳教授致辭 我站起來講 因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還有各位記者小姐、各位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是2020年9月18號 918 然後我們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研討會 這攸關台灣現在的人權問題 還有司法問題 還有所謂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我們知道今天我們請的是美麗島時代的受害人 還有他的辯護律師 然後他們昨天有稍微跟我講 像楊青柱呢 他是因為眼睛打了個針 然後他昨天有點不舒服 然後今天要看情況會不會來 還不一定 然後秋水針尾炎 昨天中午他心臟有點送急診 那昨天晚上就比較好一點 那今天可能會晚一點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李聖雄 李聖雄 李聖雄是我 常年我跟他多學習的律師 他是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 然後也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 第三跟第四屆的會長 那我們這個李律師這個非常認真 然後有講 其實我們還有找了好幾位 但是他們今天都有開會 然後當然現在外頭是美豬美牛 所以要抗議 那我們裡面呢 其實是要關心我們現在台灣的 這個後美麗島事件的走向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曾建延是北社副社長 華人民主基金會的主席 建延兄最近講的話 都是非常的有哲理 然後他也非常的知道 台灣應該要走哪一條正確的路線 才是對的 然後再來就是郭正典 這個郭醫師 郭醫師他以前在龍總 他是名字叫正典 就非典型的會員 絕對不敢進入龍總 因為他正邪就不升正 都不敢進去 所以正典兄其實是 也令我們非常敬佩 他因為長年來 以前我們正典年紀還比我小吧 但是我就知道正典呢 其實他的經驗比我好 所以我們接著 醫生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行業 然後其實台灣任何的問題 其實都要 對問題要觀察要診斷 然後要做出處方 然後我們今天 針對這個 後美麗島時代 跟人權發展 我們發覺在美麗島時代 的時候 他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他就是有三樣特殊點 第一個特殊點就是 他有特別法 特別新法 就是勘亂時期 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這個臨時條款 可以把憲法 才公佈沒多久 憲法整個凍結 然後我們知道 那最偉大的處就是 那個總統可以連選得連任 可以 所以這個總統叫蔣中正 然後過一陣子 第二任總統叫姨佑任 他又在第二任 第三任叫做吳三連 連三次 第四任叫趙嚴任 趙嚴來的 趙麗麟 趙嚴任 然後一直可以做了好幾届 永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到底是 總統呢 總統當時六年要選一次 所以臨時條款就凍結了這個問題 然後當時的立法院 還有國民大會 還有監察院 他們都是第一届 都是用地補的 都不要改選 而當時的考試院 然後台灣的考試制度也很奇怪 按照審籍分配 所以我們知道 動員看那時請 臨時條款 把原本的民族憲法 法制的憲法整個推翻掉 這個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對不對 然後又戒嚴 宣布戒嚴 1949年宣布戒嚴 之前是228 宣布戒嚴以後不得了 竟然持續了好久好久 38年 對不對 這個 其實真的應該40年 因為戒嚴令解除以後 還有動刊時期沒有解解 因為它後面還有所謂的 動員勘亂時期 國安三法 就是國安法 動員勘亂時期國安法 動員勘亂時期呢 那個叫什麼法 國安法還有一個叫 動員勘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 還有動員勘亂時期好像是 集會結社法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這我們大綱裡頭都有 請大家看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乖常法制 就是明明表面上是民主憲政 然後有總統 然後有嫌疾 有所謂的國會 但是整個都沒有 當時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在當這個 當這個研究生 在台大當研究生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些人 實在很離譜 然後明明呢 我有一個同學 他是蒙古人 然後原來呢 功課都不很好 然後每次完了以後呢 他口袋裡頭就有老師的名字 然後每個老師就去打電話 然後跟他講 老師我不要多 你只給我60分就好 所以所有人呢 只有他全部歐巴士 因為他都60分 都幾個 然後我們呢 其實我們在練大學的時候 我們是維持三分之一死當 三分之一補考 三分之一通過 我們當時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有補考 但那個人呢 他是最混的 但是全部過 隔一陣子呢 這個人呢 竟然跑去當立法會員 因為他是蒙古嘛 蒙古代表 所以這個真是荒謬到極點 能夠可以递補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戒嚴時期就是一個 會議場人制 根本沒有法制 然後這個法律呢 其實都是騙人的 然後我們知道 我以前在這個 塞丹法人戒嚴時期 不當審判機毀 得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當法律主的召集人 我們看到戒嚴時期 那些殘酷的整人的案子 那真的 他們的建宗分四大建宗 第一個就是公安建宗 第二個建宗就是 第一個就是公安 就是政治過例 就是所謂的情治單位 第二個才是所謂的 金氏檢察官的建宗 再來就是金氏法庭的建宗 最後是執行建宗 然後執行建宗有個特色 執行建宗 第一個要把人槍斃 槍斃前活活的照片 活的 然後槍斃完 死的照片 兩張照片並成 這要給最高領袖看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 他們有沒收財產 把所有的財產沒收都造冊 然後照冊 金法集長分最多 那當時像包企房 他就分一千美金 他不領新台幣的 他都領美金的 這些人 其實他們隨時都要落跑 對不對 然後最底下的人 領五塊美金 所以獎金制度 跟金氏審判制度 跟特別法 這三個呢 三特綁在一起 我再講一遍 第一個就是 有所謂的 動言勘亂時期 臨時條款 第二個就是金氏審判法 第三個呢 就是獎金 這個三特 這個就是 很不好的制度 那這制度是誰給呢 來我告訴你 這制度就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 紀草鼎 這個人叫做紀草鼎 這個是毁碟 這個 所以我們是 我們的是 按照毁碟的制度來講 那中間就是蔣介石 對不對 然後他兒子呢 叫蔣金國 然後在這邊呢 叫柯彥芬 這個就是 白色恐怖 就是228的屠殺案件 然後完了以後 接受白色恐怖 但是 紀草鼎 並沒有到台灣 因為紀草鼎把 這個國民黨呢 整個搞垮 因為他弄了一大堆制度 什麼法幣制度 把台灣 把國民黨整個搞垮 國民黨到台灣 對不對 那國民黨旁邊呢 都一大堆特務 那一大堆特務 其實都沒有抓到 用國民黨 雖然用 減數毁碟條例 但是真的毁碟都沒抓到 但是抓了那麼多毁碟呢 其實都是假的 所以假毁碟 然後 假毁碟 增獎金 然後把錢都分掉 這個就是 1949到1987年的 大概的情況 待會我們會請 美麗島的這些人來講 他們就知道 他們當時如何 美麗島如何能夠 把這些 這麼奇怪的東西 推翻掉 我們知道美麗島其實是一個事件 是在1979年12月10號 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 這個美麗島事件 我們當時我在練台大研究所 其實美麗島事件之前 其實是一個設計的 因為我們研究生裡頭 然後 有人是 他的老公突然跑來我們台大裡頭 然後 他老公是調查機的 然後 金刺情報機 所以 錫州路 台大法協宴 變成是一個 美麗島事件的指揮中心 這個在台北 那美麗島在高雄 但是我們當時就知道他們如何 要抓他們 計畫書都寫好 然後 後面把 1979年12月10號 抓了這些 八個受刑人 跟33個 8加33 41位 都抓起來 抓起來其實 計畫書 然後到 金美看索手 或哪邊去 其實他們都有計畫書 其實 其實我們當時也接觸 這些人 很接近 因為他也是研究生 他不是台大研究生 是別的學校研究生 但是 他老婆 是在台大法研所 但是他來這邊 把台大 錫州路 當作根基地 然後如何來設計 所以 其實 我也是美麗島事件的 這個 見證 我在旁邊看他們怎麼搞人家 所以 這個 歷史是比較後面 其實今天是蠻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今天 這裡 楊青柱先生 他有寫過 美麗島的事件 對不對 這裡頭 他把美麗島事件裡頭 像他238頁就講 對峙跟溝通 對不對 兩邊原來是對峙 然後後來是溝通 然後右派來了 就是法西斯來了 對不對 國民黨的右派 激轟組織 激轟團體 然後跟美麗島 然後 這裡頭也有 其實當時也有兩個雜誌 原本那個美麗島 是 那個誰啊 那個 名字是來自於 這個四大附中 叫做李雙哲 李雙哲唱一首歌叫 Villetto 對不對 然後 後來呢 他跟楊祖 李雙哲後來游泳死掉了 就是救人 就死掉了 李雙哲是 我在四大附中的時候 我就認得 還有跟李前朗 他們雙哲 畫圖畫得很好 然後 他是 菲律賓華僑 所以這些人 後來他們就 美麗島用他的名詞 那後面 除了美麗島以外 還有一個叫陳永心醫師 他也有一個辦的雜誌 所以當時 要買雜誌 其實是 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當時要買那個 什麼 什麼雜誌啊 那個 台灣政論 買雜誌都是 要跟你 有黑帽 他說 嗯 然後就到底下去拿 用報紙夾著 然後給你一本 這個 當時有這個 然後有這種書呢 看完了以後呢 外面還要包個封面 外面就包著 像我當時的書 外面就包著三民主義 國父思想 沿途三民主義 國父思想的講義 所以 當時是不容易的 其實是 當時是 新聞機長 管制很嚴格 都 很多就是要控管 還有 報紙有報禁 對不對 然後報紙 這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這個 在當時 建源統治 其實我在 練初中的時候 我們當時 我們當時初中 是要考試的 這樣就透露我的年齡 我已經快七十歲了 我們初中的時候 有叫礦石收音機 對不對 礦石收音機 其實就可以聽廣播 那要去買 就到中華商場 現在中華路中華商場 然後去買 然後老闆看一下 這搞音啊 小學生就可以了 就到樓上去買那個礦石 然後我們就偷聽了 有時候還可以聽到 來自於對面的廣播 對面就是解放金的廣播 那這樣說台灣同胞呢 要怎麼樣 要起義來歸之類的 那同樣我們也是 換國際起義來歸 對不對 兩邊都在冷戰對戰 所以這個是 當時 大家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當時很多東西 你是拿不到的 其實當時很多都管制 當時你要知道 連腳踏車 都有車牌 腳踏車訂到有車牌 有時候還檢查腳踏車 然後腳踏車也抽稅 所以中華民國萬萬歲不是假的 以前抽腳踏車 現在呢 抽別的東西 現在都在抽 那我們知道 其實楊青柱還寫了一本 叫英格里德修 就是 就是 The Excellum des Taiwanese Schriftsteller 楊青柱 bis 1975 用英文唸 這也是德文 德國人寫的 所以其實美地島事件外國人 其實也都很關心 然後神話統治40年 這個楊青柱呢 這個其實 其實我跟他 也很久就認得 我們認識滿久的 他也講一大堆故事 給我聽 對不對 那他是指 他們的工人故事 然後我們是 我們的故事就是 研究生裡頭的特務故事 研究生裡頭滿多特務的 然後我們出國去留學 也都是一大堆特務 對不對 都是要監視我們 那堆一樣 好 那我們知道 美地島事件呢 我們就講 像陳忠信 他也是受害人 他有提到美地島事件 最主要就是 1979年12月10號 然後後面呢 發生了1980年2月28號 就是林義雄林宅血汗 所以你 發覺這林宅血汗以後 就引起國際的注意 然後當時呢 這個右派就說 這個林義雄家呢 一定是美地島人自己自導自演 然後要栽贓國民黨 而且又是當時的 一個澳大利亞人叫加伯 加伯一個大夫子 加伯我也認識 因為其實 其實我是蠻力色的 以前啦 那後來我留學回來以後 就 就 也是黨外 對不對 那回來以後呢 我們更要注重 用引進本體論的觀念 就是我們只看政績 只看法律 只看理性 沒有長官 沒有派系 因為派系都是假的 立色什麼色 都是假的 最主要你要拿出你的本體 人 是最重要的 所以 德國的基本法 前言 就是我們人 是對神 歸其他的人 互有社會連帶責任 都是要負責的 然後第一條就是 人性尊嚴 我們每個人都有尊嚴 要尊重別人 也要被別人尊重 還有一個點 就是寬容 寬容 對於別人 不同的意見 我們一定要寬容 可是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就是 因為 動不動就要當主子 對不對 所以台灣以前的總統 講話 一聽我就受不了 說 來 你們大家做我的卡丘 一起 到你的總統府 我說 拜託 我怎麼是你的卡丘 我是人 你才是我的卡丘才對 什麼變成我們是他的卡丘 對不對 那講那些話 其實就是 沒有經過 真正的民主的祈禮 所以才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 現在我們後面有十大問題 我們現在先把問題先跟大家檢討 然後後面我們再請專家跟大家檢討 十大問題第一個呢 美麗島事件 是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 美麗島是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 這個問題說得很好 美麗島的受難人 他們說我是主張言論自由 我集會有心自由 對不對 然後楊青柱也有講說 他有個牧師跟他講 十二月十號是世界人權日 你們要出來講 不然已經他們也根本不知道 在你的政府是什麼話 所以世界人權日 他們就要集會有心 要表示言論自由 那我問你言論自由是人權問題 是憲法問題 法律可以不可以 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跟集會自由 那限制就是法律問題 還是政治問題 那我們的法條 一開始 一打開 是一百條開始 一百條就是政治循法 就是鬥爭的 就是以前的唐曆 以前的法律叫做磨判 就是判亂 判亂呢 其實比殺人罪還重 你殺人罪呢 現在在台灣殺一個人不會死 殺兩個人才會有可能會判死刑 但是也不見得會執行 但是磨判了就會死刑 為什麼 因為你是搶我的位子 所以磨判罪變成很重 但是呢 這個其實是蠻嚴重的 其實很多東西不是磨判罪 像這個劉宜良 還有這個 他寫《蔣經國傳》 然後就被人家儲劫掉了 對不對 還有這個郭一棟 郭一棟就是柏洋 柏洋寫一個大力水手 那他只有一個人 寫個大力水手 就被去倡立倒小業績 還一直把他關不讓他出來 我問你 判亂罪的判那個字 叫做一半在還 對不對 是不是一半在還 一定力量超過一半 可以造還的才叫判亂 一個人在街頭 怎麼可能判亂 那個當然不會判亂 那最多是公然五路 對不對 行法309條310條 公然五路的問題 那你就是公然五路罪 或毀謗罪的問題 你竟然就把它當判亂罪 那不是神經病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些人 他們都認為是神 結果郭一棟 就是什麼神 底下要加兩個字 叫經病 對不對 他們這些人認為 罵我就是判亂罪 自己也知道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行法100條 其實它的構成要件 都被亂解釋一通 什麼意圖顛覆政府啊 意圖變更國縣 意圖變更國體 國土一直顛覆政府 意圖變更國縣 其實這個一定要有一定 組織的力量才可以 沒有組織是不可能判亂的 個人有沒有可能判亂 沒有 所以當時在戒嚴時期 精華審判 弄了那麼多判亂罪 其實都是亂判 它不是判亂 是亂判 但亂判的人 是不是應該是 王法裁判罪 對不對 你試用法條包涉 包涉 包公的包涉 就涉起的涉 包涉就是寒涉的意思 就法條用錯了 用錯就是應該是 王法裁判罪 可是我們在1987年 7月15號以後 進南 這些王法裁判的法官 一個都不要負責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當時 國民黨很聰明 對不對 他就找民主派的人 你講說 匯除審划100條 然後 國民黨的人 叫做修正審划100條 就打半天了 審划100條 有沒有廢掉 沒有 但是 在外面講 廢出審划100條的人 我勝利了 我勝利了 審划100條被我廢掉了 其實它變成修改 修正 加上 強暴脅迫 其實那是多加的 因為 那個東西 根本要變更國體 一定要有效性 有效的方法 要變更國性 一定要有效的方法 切記國土 也一定要有效的方法 那真的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國共產黨 就中國共產黨 它一個也都不敢起訴啊 對不對 反而對於那些不可能的人 你把它用判斷罪 但是你亂判的這些法官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抓起來 用王法裁判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透過立法解決 所以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立法就是 行法100條 的廢除 根本是假的 這我當年我在報紙就有講 但是 其實 說不通啊 為什麼 因為 這已經既定方向 要培養 兩邊都是英雄 叫做 叫做什麼 Double Win 對不對 雙贏啊 對不對 雙贏 雙贏 雙贏誰輸呢 背叛 有罪的人 那些人輸 所以 這些 義用邪者 不管民進黨 國民黨 當時要黨外啦 其實都是 充滿的吊詭 都被騙 這樣懂嗎 其實你真的就 應該 按照 戒嚴法 解除以後 直接上訴 然後把這些人 判有罪 用司法來解決 可是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 被規避掉 那我們知道 動言 勘案時期 搞了很多的 政治受難者 但到目前為止 也都沒有 轉型正義 因為加害人 因為加害人 都沒有 都沒有 負他的法律責任 那我們即使是 透過 戒嚴事情 不當審判 積毀疊 審判案件的補償 給他補償金 其實補償是誰的錢 是 我的錢 我的錢 你知道意思嗎 但這些人一毛錢都沒出啊 他們也沒有 應該也要被判刑 對不對 他們以前不是 監禁毀疊 如果不成立的話呢 要緩作嗎 有沒有人緩作 沒有 只有 不是你的人 才會被緩作 你懂嗎 所以這些東西 整個乖常法治呢 在整個1949到1987年 都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看一下 政府犯罪呢 在第一次解嚴 美利島事件 其實是蠻嚴重的 那是威錢的法西斯 其實他們寫的東西呢 我跟你講 就是希特勒的東西 因為都跟希特勒寫 就集右派的法西斯 那時候就是 右派法西斯在 德國的法西斯叫做 Philip Princip 就是領袖原則 所以我們當時提出五項 主義國家領袖 什麼 領袖 國家責任農業 前面還有主義領袖 主義領袖 國家責任農業 那後面三個是西點金教 然後主義呢 是三民主義 領袖呢 領袖 我告訴你 就是希特勒 法西斯領袖原則 所以我們當時 我們小時候都要背五項 就是主義領袖 國家責任農業 要背起來 對不對 梅花就是這五個 對 所以我們當時 我們是小法西斯 從小 然後國慶日就升旗 然後就踢正步 那這個東西 這個年代就是這樣 那這個年代呢 就是 法律人 只是統治者的功績 所以沒有所謂的 真正的司法 當時的軍事法庭 當時有個叫做 有個那個 那個叫陳什麼生啊 那個陳什麼生 這個景美元氣是 是馬來西亞的華僑 陳青森 對 那個還是我們的 曾老師比較清楚 陳青森就講 他莫名其妙的就變成 當作馬來西亞的共產黨 然後他的 要判他的人呢 是要把他判成死刑 判成死刑呢 就消滅一個毁諜 他就有很多的獎金可以領 所以他目的是要把他幹掉 結果後來那個人 心突然忍受不住 就給他沒有判死刑 然後陳青森說 要嘛你就給我判死刑啊 你為什麼不判死刑 他說判不下去 但是判不下去 但是 那你就判我無罪啊 那法官說 我不能判你無罪 判你無罪 我就要變成有罪了 我怎麼可以判你無罪呢 判你無罪 我就有罪了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 邪惡的時代的司法 然後我知道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東西呢就是 人也邪惡 制度也邪惡 因為為了錢 所以獎金也很厲害 就毀貼獎金 這三個特 所以你在 我們到德國去研究的時候 就會研究所謂的特別法制 叫做 Zong der Strafe Gassets Zong der Strafe Gassets 就是特別行法 然後還有個特別法庭 Zong der Gerisch Bache 就是特別法庭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全部換到台灣來了 所以我在德國練納粹法 因為我們練納粹不是要寫納粹 是要反對納粹 結果一到台灣回來一看 我的媽呀 台灣納粹更厲害 人家納粹只有1933到1945 才12年對不對 11年半 我們的納粹是1949到1991 40年以上 這是後面還有 其實告訴你 其實還沒有結束 我們因為沒有轉型正義 所以我們的納粹現在還有沒有 有 納粹原本在警總 對不對 原本在金氏法庭 原本在動言勘善時期臨時挑戰 現在把它轉成為財政部解釋韓令 財政部解釋韓令 我告訴你為什麼壓過一幅五驗 因為它本來就超過憲法 它就是憲法 所以你問財政部的人 他們當然講法驗說的不算數 其實他講 立法委員講的也不算數 立法委員算什麼衝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立法委員 去執行他們 說以前 就救濟的時候 復查要繳一半 後來大法官把他聲音先告違憲 後來他就把他改到執行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不繳一半 就要被強制執行 那不是換湯不換藥嗎 這樣子 竟然大法官就拿他沒辦法 他們就這樣一改 改完了以後 後來立委 很多都說 你這樣不對啊 你這個 你沒有幾證 然後為什麼 你隨便開一個稅單 動不動你開個一億 那我要繳一半 要繳五千啊 對不對 那你也沒有證明你這個一億怎麼來 為什麼要繳五千 結果 你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 繳一半 才進入複查 但是複查以後 也會死 因為你都不會贏 因為 那個 行政法院的稅務庭 其實就是 就是 金釋法庭 金釋法庭他敢判你無罪嗎 那就會跟陳青森的法官一樣啊 他的同仁就說 你不會死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不敢判你無罪 他只敢判為 言 處分 撤銷 令為 司法處分 所以 大家就在裡頭這樣一直在賺 所以萬年稅單 所以這個 我們的行政法院的 稅務法庭 其實就是 金釋法庭 然後 他們有沒有獎金 我告訴你 有沒有獎金誰都不知道 但是呢 但是 一定都有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 因為刑事案件裡頭都有 什麼 法院辦理重大刑案呢 訴審訴捷重要事項 然後 法官呢 院長呢 有考陳 然後法官有考基 那考基就有獎金啊 對不對 以前我們在戒嚴的時候 在19 什麼時候 有個馬曉平案 馬曉平案 然後 我這裡有寫 在哪裡 在 第二頁 是不是 對 第三頁 在第三頁 在戒嚴時期呢 以金釋審判為主 然後司法為虎 然後 法院有 辦理重大刑事案件 訴審訴捷注意事項 告訴你 這個是 1980年辦的 8月25號 可是 到 2020年 2月17號 仍然施用 表示 我們的法官呢 基下好的話 可以 有獎金 有考基 然後法院有嚴重考陳 所以我們的司法呢 其實都是 考基考陳 對不對 考基考鴨考鵝 都是這樣搞 這是有政績的啊 你說法官沒有拿錢 那你又考基考陳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講 其實最高法院 當時在馬曉平案 有兩個庭 專門判死刑 死刑 死刑上述到 因為法官有的不敢 死刑把它維持嘛 對不對 就這兩個 十個法官專門判死刑 專門上述駁回 就十個法官 他的考基特別好 很多還後來去 嬰兒去當大法官 所以台灣的大法官 是這樣出來的 你懂嗎 名字我當然不便講 因為他跟我太好了 對不對 很多大法官我都知道 但是 他們好幾個都互相 搖來搖去 對不對 他們在底下 都是最高法院法官 你比如說這個 都要搖去的 都怕人死刑 在他做大法官 所以 所以我當時 在首都早報 就有寫 就寫砍頭法庭 所以 當時楊憲宏在首都早報 還有幾個都 首都早報 是不是康林強 是不是 首都早報 其實他 我在裡頭 花明寫了很多篇文章 他欠了我很多 搞會子 後來就倒了 所以 但是裡頭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個是一個 非常反人性 然後非常亂搞的一個時代 然後我們知道 我們第一個問題先講完 第二個問題 戒嚴時期 勘亂時期的人治政府 這個人治政府就是亂整人家 然後服從領袖 然後法律不當一回事 政績不當一回事 理性不當一回事 整了人家 人家都莫可奈何 然後人家只能去求勞 或者是找人來喬 找人來喬就是要給錢 就像 以前有一個台大法律系的 後電法研所 他後來到 他叫王溫田 然後其實他也是被 他們的法律系的人整掉 但是這些東西 我現在找他們同學出來講 他們都不敢講 到現在還不敢講 然後他是在屏東 然後被整 就爆他說是毀疊 結果他爸爸把家產全部賣掉 然後把兒子救回來 結果他兒子後來就到 德國馬堡 然後請了一個德國人 你再也不回來 然後後來有一個 他的同學為了要當大法官 結果到德國去了 就專門去找王溫田 那時候你別讓他拼空 你要拼空我的大法官就不用做 後來王溫田就沒給他拼空 結果他就繼續當大法官 這就是台大法律系的典型歷史 所以戒嚴時期會使人扭欺啊 原本是同學應該充滿著愛跟關懷 對不對 同學要有聖經的故事 要有靈人愛 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要互相愛護嘛 對不對 結果同學變成互相在檢舉 然後為什麼 一方面就是排除你跟你的競爭對手 一方面就是讓戒嚴老大哥賺錢 這個制度非常爛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覺得蠻嚴重 好 第三個問題呢 戒嚴1987到2020年 這些病毒有沒有殘存 我問你到現在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 我問你 黃楞宗 對不對 還有他的兒子 黃楞宗有欠那麼多錢嗎 有沒有幾證 對不對 所以這些問題 這裡好像有黃楞宗 待會再把照片拿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只要被陷害 你根本 你都無從 而且沒有人會出來幫你啊 對不對 只好你沿走到國外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這些人為什麼這麼狠啊 所以我們稱這些人叫地下皇帝 他們是解嚴以後 他們的病毒繼續從1987一直帶到現在 而且他們已經有第二代 第三代也第四代 所以他們告訴你 基草底 這些都是辯政論 法西斯鬥爭論 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必須要重新檢討 台灣1987年叫第一次解嚴 我們現在前面是搞了快40年對不對 前面是38年 其實還叫白孔 1945開始 所以應該有40多年 後面33年 前40後33 後面33年你覺得台灣 生活在民主法治政績理性保障的制度之下 還是生活在 讓你天天隱憂恐激 不安 而且人家害你 你未必有人幫你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第三個問題就討論 要不要二次解決 是不是算真正不入法治時代 第四個問題 你對於假案陷害呢 當今政府最直接的方法是什麼 承認啊 承認就是假案啊 因為開始你就假案啊 你要不要包庇它 因為包庇就是不存證 存就是存 存熟的存 不存情 不存情 不作為反 我們要用台語說 不存假 不作為反 就不承認不作為反 其實包庇也是共犯 所以你領導 政治人物 要不要包庇 你包不包庇 包庇就影響到你的 你的人民對你的認同 所以最好的方法 現在就是要面臨 我們要讓司法改革 讓稅務改革 讓我們人心改革 讓法院改革 讓執行署改革 讓財政部稅務機關改革 還有讓特務改革 現在太多特務了 對不對 因為什麼錢都不好賺 現在大學畢業 都是去做UberEat Panda Food 送貨員 或者是到Seven 然後去做 拿到國外協會回來 也沒有位置 就流浪了 現在最好做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公機關 公機關在裡頭幫忙大家 你都可以拿錢 公機關上午到辦公室 就可以開始準備整人家 他也不是服務人家 除了附贈單位 他還服務還給你倒茶 其他都不一樣 法院雖然也有號碼牌 但是法院是不是給你倒茶 也不一定 然後檢察官是不是給你倒茶 也不一定 檢察官越來越怪 也變成像行政機關 其實檢察官 我寫了兩本厚厚的檢察官 說你是司法機關 結果他們說他們不是司法機關 他們變成行政機關 對不對 然後他們要效忠長官 所以檢察官 根本不是檢察官 檢察官根本叫做 特別警察大隊 具有法律警察大隊 所以這個問題 脫離檢察官的發展史 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希望檢察官也要出來講 要變成你是真的 幾世最客觀的官署 你能夠代表人民 然後能夠過例掉 所謂的有利跟不利 用政績來過例掉一些人家爛告 也可以對於有犯罪人 你一定要追查 而不是現在 檢察官變成行政機關 那行政機關 為什麼 它就有指揮別的警察的潛力 除非你是司法官 你依法 所以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們知道 當今假案陷害 人民最直接的解決方法 並不是用直接解決 而且是在繞千千 都不解決 對不對 第五個點 我們如果是憲法優先 人權優先的國家 我們怎麼處理政治整述案子 政治整述案子是 反對憲法 反對法律 用人關係 破壞憲法 破壞法律 所以這些人應該把它 抓起來變成 亡法裁判罪 爛前追訴罪 或者是 違法徵收罪 刑法的124 125 129 對不對 還有圖利罪131 這個刑法131 因為他竟然還有要花錢 給這個當時 調查機 違法 爛爛爛檢舉誣告的那些人 所以這整個制度 是很離譜的 所以我們一個正常法制不應該這樣子 好 第六個點 如果你是現在的財政部長 你要怎麼辦 你很簡單啊 將那些奇奇怪怪的獎勵金全部歸零 對不對 太極門獎勵金歸零 環式領的人全部繳回來 所以張聖和 還有洗衣者 洗衣者已經去跟某個地方報到了 然後他沒辦法繳回來 對不對 但是還有好幾個 他們都領獎金的 對不對 領終言 對不對 要把獎金繳回來 蘇建龍你就這樣做吧 這可以做的 除非你不知道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法務部長呢 你要怎麼辦 很簡單 第七點 就把市調處的檢舉人獎金 行政執行署的知效獎金 太極門案的這部分 全部歸零 你不要還給他們錢 還讓他們一直講話 拜託 蔡經祥部長 你是這麼優秀的華麗人 你以後還可能會當我們的司法院長 你不值得幫這些人做這些背書 對不對 我給蔡經祥部長的建議 就把這些錢領回 那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第八點 這立法院要做的 就匯除這些 這些稅務獎勵金 還有這個匯除財政部的解釋函令 匯除萬年稅誕 立法委員要站起來 要爭當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千萬不要被他們瞧不起 對不對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說 我弄一個烏煙瘴氣的獎金 然後你立委來瞧 其實有的立委 民間都講他不好聽 他雖然號稱很有力的立委 對不對 但是民間說一般立委拿一層 他拿一層物 名字我們不要講對不對 名字大家都知道 因為立委 立法院真奇怪 還有黨鞭對不對 我們只有要馬或牛不走 才有牛鞭馬鞭對不對 結果立法院還有黨鞭 這個奇奇怪怪 國民黨時代用的東西 現在的執政黨也在用這個 所以不管藍立都在用黨鞭 不對立法委員應該 他一心只有名義 不應該被鞭鞭打 立法委員也是人 他也要有未來的立場 以前有很好的例子 朱欣毅立委 廖本燕立委 陳寅立委 還有好幾個立委 人家都敢出來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鼓勵立法委 要匯除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匯除特別法庭 匯除行政執行署 因為這個陽春處講得很好 他說當時他們的審判 就是因為有黎巴內的金氏審判 因為以前金氏審判 就一審一互判 大家都沒辦法搞得贏 對不對 然後後來因為關心 而且法律人站起來 說這個是政治案件 所以因為政治案件 蔣經國說不 這是法律案件 那既然法律案件 就要所謂的在open air公開的地方 就是要fair trial 就是公平審判 就讓外國人進來台灣審判 所以美麗島事件 就開啟台灣所謂的公平審判 雖然結論並不是很好 但是台灣也知道 原來這些龔明欽 還有當時一個金法官 叫做林輝煌 他們做了一些策略 但是被我們這邊十五位立委 不立委 十五位立司 立司就把他打破了 一共有四十一個人 只有十五位立司嗎 還是有更多 金法審判另外 司法審判比較多 那一共是十五位嗎 還是不只 金法審判十五位 那司法審判還有嗎 還有很多立司 所以我們知道在1980 1979 1980 1980年代 是台灣立司界有社會責任 然後趕起來為人權抵抗的時代 那台灣現在的立司呢 也應該要有這個笑話 也要起來 對不對 然後我們知道這是第九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黎巴內的審判呢 就變成公開透明 所以我們以後行政法院呢 要依法依政機審判 不要再變成 這個財政部裡頭的小弟 財政部裡頭的 small potato 他法院應該是 big cheese big cheese就是大人物 知道嗎 big cheese 不是small potato 所以這個很重要 最後第四點 匯除特別獎金 匯除執行獎金 回歸公務員的正常 連結連政體系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好 那我前面講的太多了 因為把大綱講一講 那我們現在就請哪一位 聖雄雄來 你先 坐著比較輕鬆 那個陳教授 那個 曾教授 還有我們郭醫師 還有我們李副總 我 只講第一個題目 因為這美伊島事件 這個陳教授 在誰要當教授 我是堅任的 我專任的都比較嚴格了 都要有這個 確定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是政治問題 也是法律問題 其實到現在 政治跟法律分不開了 到目前立法院 要立這個法 美豬啦 這個也有立法 也有政治的法律 但是啊 政治要歸於民主政治 才有資格講這正正的政治 我們知道對岸 中國 那個根本不是 所謂正正的政治 政治是管眾人之事啊 管眾人之事就是民主啊 沒有民主 談不上這個政治 真正的政治問題 是用政治 我們 我們談話說政治手段 其實這個就是壞的手段 怎麼有政治手段 政治有正常的這個程序 然後美伊島事件 當時就是 用軍法 它就用 就牽涉到法律 這就是二法 二法 一法 這個是實定法的毛病 我們知道 讀法律的人知道 有個自然法 跟實定法 自然法 就一定要合乎正義 合乎人權 才是稱為法律 但是實定法 定出來的法律 就法律 所以二法 一法 這觀念是 在民主時代就不對了 所以要 這個互相相關 如果知道二法的話 就要正常的政治 包括我們台灣現在立法院 把這個法律修改 包括 剛才我們陳教授講過了 會辭戒嚴 所以在美伊島的時候 是兩個都有關係的 一個是政治手段 是用威權 而且獨裁 而且是等於殺人的手段 用法律殺人的手段 所以那時候用二條一 是必死的是死刑 那時候有勘亂時期的法律 二條一是死刑 這八個精法審判 因為有分成我只講精法審判 雖然我也有參加這個司法審判 這個重點 在四十 將近四十一年前 是 1979 十二月十號 那時候發生 那時候我剛好才職業 我十月的時候職業 那第二年開始抓人 過了一九八年開始 一月開始抓人 那時候近日這個精法審判的時候 我是跟張俊雄律師 就是前兩任的行政院長 我們共同是為寧宏宣 為什麼為寧宏宣 因為寧宏宣是一個教會的傳道士 宣教士 他在高雄 新興長老教會 兼任高雄的梅岛的社長 大概是 所以他牽涉在裡面 那因為我們都是基督長老教會的會友 所以我們自然就為他辯護 那這個是 這過程 所以梅岛開始的時候 後來是有人跟 名字不講 跟當時候蔣軍國已經轟動全世界 本來精華審判沒有公開的 沒有公開審判的 以前都沒有公開審判 所以那個破例是公開審判 在泥巴內 對 在 就是 現在的好像 秘密偵查好像 我們檢察官現在還是偵查 可是 當你 起事又開庭 就公開審判 所以公開審判 當時就有 這八位理事 有這八位理事 當然有一兩個沒有在照片裡面 他們 因為暫時 人眼睛也不在 那其中 當然 你們知道 有個在前面第三個 這是 江彭堅律師 是民進黨 創黨主席 他跟 張正雄曾經當選委會的委員長 他們是共同為林毅雄 我特別提這個 這裡面 林毅雄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時黃信介是排第一的 因為當時他是立委 然後第二個是重要的是 裡面有 這個很難排 有姚佳文 有張俊鴻 其他的幾個被告 還有李秀蓮 李秀蓮當時也很重要的 那這幾個我們要個分別怎麼樣呢 併護人跟被告有所分別 併護人不能完全代替被告 包括他的真實情形如何 他的心情如何 他的感覺如何 併護人之事 其中部分能了解部分 而且就是 救法律的部分 當然這個案件不能救法律 結果還要救政治方面 這裡面我印象最深的是 姚佳文被告之一 他一開庭 因為他是律師 也就是自身律師 自己當律師的有兩個被抓 包括李秀蓮 他不但律師也是省一言 這兩個是律師 但是姚佳文是比較資深的 他一講就是 你各自審判團根本不合法 他說戒嚴法根本不合法 提出戒嚴法 因為他是用戒嚴法的 勘亂時期來起訴他們 要作為審判要判罪的根據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在 第一個題目就是 政治跟法律問題 我今天就追試這個 政法律問題 其他我不以置評 其他因為我對那邊沒有設日 那這開庭的時候 當時那個氣氛 氣氛沒有講 後來包公開審判 可以讓人家筆記 本來開庭不能錄音 而且不能做筆記了 那時候都破例 到現在其實還是一樣 公開什麼 所以很奇怪 這個是等於一個政治的反面的作用 本來歐爾政治變成輿論 可以提出來 一問一答都提出來 所以在台灣的歷史上 二二八事件很重要 白色恐怖很重要 但是已經年代久了 有些人記憶不清了 而且被戒嚴久 也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個別案子 並沒有受到重視 但是美島事件 是把台灣轉向了 現在能夠走向民主自由 單純還沒有全部 也被世界所稱讚 被這個自由之家 認為是差不多第一級 有自由民主程度了 這個是美島事件很大的轉變 可是當時沒有報那個氣氛 只有一點有報跟我有關了 一個氣氛怎麼樣 那個審判長 三個審判長都經法官 這個審判長 他故意戴著 故意的 他戴著眼鏡 其實像我這個 我如果遇到陽光會 會有暗色 他就戴有色的 錢的有色的眼鏡 哪裡這個法官戴眼鏡是這樣的 這個當時這種有色眼鏡很難 而且是等於相當貴 我印象很深 這個很少人提起 我今天特別提起 那個氣氛都很嚴肅 都很嚴肅 包括如果那時候 只准被告如果講話 只講短短 就馬上請坐下 那個語氣雖然有情 那個語氣很兇 請坐下 就不准你講話了 律師也是 那是講到我的部分 那時候報紙只有我的部分 普通我們律師說尊重法官 你講好坐下我就坐下 但是法官我沒有講完 他再強調你坐下 我當時拍桌子 只有那個新聞有報導 這個並不是我特別有勇氣 我真的是可能吃生吃毒不怕糊 我是每一道事件才職業 但是我在大學尖叫 我在公司當高級指管 經過這個人事經驗很多了 所以我們有社會經驗了 所以我是不怕 我真的很生氣 你怎麼還這麼兇 每個都這麼兇 我們都已經忍氣吞聲好幾次了 他當時開庭 我不記得好像很平凡 所以那時候之後 完全改變 所以他態度比較兇了 但是他們受命令 我們也不怪他 後面都有派來的 不知道高等法院的法官 我們都知道 他都會開庭一段時期 休息一下 怎麼休息那麼久 因為這些金黃官 比較沒有開庭的經驗 所以後面有人指導 那指導人 後來指導 等一下 梗民軍 梗啦 梗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所以 我的結論是 今天我們台灣有這個民旨自由 免疫島事件是一個關鍵 你看這些人現在 裡面也有總統 也有行政會院長 也有現在 就在立法院的 受執行的行政院長 都在裡面 他們也是 但是 梅導事件 即使不是他們個人 這是因為走上民旨自由 那他們其實是很優秀的 除了我之外 都很優秀的 他們去 被當去選總統也好 選 縣市政也好 立法委員也好 這個是台灣的幸福 我知道最後 陳志龍先生我知道 我們在民旨自由社會 有兩個 有時候過猶不及 以前是不及 但是我們逼評的時候 這是我要離開給陳教授 我們言論自由是這樣 我們在這裡不是一言堂 所以剛才他分序 也講這個結論出來 這個我跟你講 我當過施語 這個施語的毛病 施語自己都講 要講的比較多了 我是很坦白講 所以對下面問題 因為過度怎麼樣 包括說很簡單 把他全部繳回 哪有那麼簡單 暴敵的錢也不在 只是我們這種主張 都是要因為是愛之深 責之切 他是很愛台灣 我們都愛台灣 包括國民黨 我們都很愛台灣 只是他的意識上 包括我們結緣了 沒有什麼在愛次結緣的問題 但是思考上的結緣沒有 思考上一個中國的思想還在 這個中國早就不對了 如果你知道我背景 我不是當律師 我台獨聯盟當副指席 建國黨當副指長 但是對這個政治方面 其實要正當的政治手段 就是民旨自由 還要知道 我都常常講一句話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才有審判 我在審判庭中 司法審判 我跟那個司法官就講 我說你們判錯了 不是歷史要審判你們 這歷史是人寫的 有的還寫你好 寫壞 最重要你的生命 所謂來審判 所以我用這個做個結論 我希望我們媒體 有時候也讓這個另外的題目 報導消息的時候 用假的消息 或是扭曲的消息 這都不對 尤其我們人做事 真的是要行公於浩年明 但是最後要謙卑與神同行 這個是參加的 我覺得我很欽佩陳志龍 以前他就檢查制度的時候 他就其實找我當年的學生一樣 我不敢說 我們就知道 我們沒有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完美的 但是不能退步 一定要進步 我用這樣來互相勉勵 我們台灣很幸福 不只是防疫的問題而已 這個防疫的觀念 是有民族法制的觀念 我們民族 但是我們人民都遵守法律 正當的法律要遵守 不正當的法律 我們要有正當的程序把它匯除掉 用這樣來共同勉勵 所以我就先告退 因為我還有死要吃力 好 謝謝各位